大S近日睽違多年公開現身小S公公的靈堂 然而他的白頭髮、紅色指甲油 以及透視薄紗妝都引起爭議 前婆婆張瀾 甚至在直播中模仿取笑大S的穿著 為了賣貨不惜蹭流量 遭到大批網友炮轟 連死人都不放過 最近台傳出大S應健康出狀況 必須長期躺在醫療床上的消息 對此大S的經紀人廖維奇之言 這根本是子虛烏有的傳言 當天在場的數十位媒體記者 都親眼看見了 謠言不公自破 廖維奇也強調大S的服裝 在強力閃光燈下 意外造成曝光 並非他本人所願 紅色指甲油則是因為過年期間 想逃點喜氣 沒想到家中遭逢巨變 傷心到沒心情去卸除光療 卻被網友說成是招搖 經紀人認為外界到底有著什麼惡劣的心態 對他有多大的仇恨 才能把他說成這樣 這種不真實的假消息 至於網路暴力到底要持續多久 請大家善待一個愛孩子的母親 這兩年真的夠了